对 藏着这带 加班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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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大家放心 这三年的苦 我孽九不会让大家白收 小巧 这 此时的沈一平恍然大悟 然而他下意识的第一反应 并不是理解 而是生气 一方面 是对聂九这种不负责任的不辞而别 另一方面是因为 聂九似乎没把他当作 最贴心的那个人 发生了这样的大事 居然没有在第一时间告诉自己 他搞不明白 聂九这样瞒着自己 是为了什么 就是因为聂九这种撇下自己去报仇的行为 让这时候的沈一平更加地不满 两个人三年前的误会是解除了 可是两个人的心上 又压上了一块更大的石头 一平同志 我知道有些话不该我说 但是我知道有一件事情 一直压在你的心里 这次来到压九坝你也看到了 其实当年聂九不辞而别 是有原因的 他有苦衷就可以一走了之吗 他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还有 看看这些乡亲们过的是什么日子 他不是一样走了 他就是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这一路 走过来我一直在观察他 我觉着他不像你所说的那种 薛团长 你不用再说了 当年的事我不想再提 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 就是配合大部队转移 其他的事情都与我无关 来哥 他们太狠了 咱们就这样看着不管 小点事 什么阵势你看不出来啊 我跟你说啊 今天大哥不出点险 这关算是过不去了 哥 那你想想办法呀 我有什么办法啊 能诊着吧 第二十八人在主聂九 哎呀 我已被家训 被窃宗族 晚吏不计 牵连族人 今天 当着 宗族众人的面 以家伐处置 以今校友 再主大桑 你不灵威寿命 却一走了之 该不该打 该打 好 三棍 打了号 双清亡过 你不祝坟守孝 却一走了之 是 该不该打 该打 三棍 别打了 这位大叔 灭旧当年不辞而别 也许是有别的苦衷哪 外主清烈 你不保家卫国 却一走了之 你开不开打呀 就算你们今天把他打死了 就能夺回你们的寨子了吗 不用你管 该打 打 三棍 两个人 袭旺 绝对 我们 разв範 走 这 是 老师 杨栋 将对 世上 外来 他 他 四 三棍 一 被 你收吧 谢谢 想起闻 聂九 作为少当家的 他没能保护好大家 这是他做的补众 但是你们知道吗 他为了给大家讨一个公道 吃了多少苦 受了多少泪 咱们就说赵阳观成吧 他为了杀聂玉衡 自己差一点把命给丢了 这难道不是为了乡亲们吗 人心都是肉掌的 我知道大家心里边 恨的是聂玉衡 聂玉衡这个恶霸一天不除 咱们乡亲们就没有 一天好日子过 所以 咱们今天就是把聂九给打死了 咱们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乡亲们 你们说 是不是这个脸 大家都听见了吧 这位 红军军爷 说得在理呀 今天 少当家的 演义诏家伐 受了罚了 我们也得得饶人处 怯饶人罢 咱们就不看他小九 也得看老在主的面子 是不是啊 对对 对 关叔叔爷 对 对 既然 小九回来了 那我们就 再给他一次机会 好不好啊 好 好 好 那今天 大伙儿就散了吧 散了吧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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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东西 大哥 没事吧 好 快走 来 大哥 寨子里的规矩也太狠了吧 这说打就打 这都打成这样了 不过没事 拿了 看见没有 这药可不是一般的药 是我们家祖传的 我跟你说 以前我一兄弟被抓撞钉的时候 来 就这腿上 汤汤就是两枪 莫生我们家神药 至今没找到人 你忍着点啊 来给你轻点 很快就能好 哥啊 你在我们几个心中那是真英雄 你没必要这么作进自己 你说对吧 对 不是 不是我说话你烦不烦 我就想给大哥算个瓜 我 蒙莱 我给你了那根金条 你你还得给我 我现在遇到一点难处 哥你遇到哪儿啥难处了 这次回来 我看这乡亲们的日子过得太苦了 我不能就这么看着不管 算我欠你的 以后我肯定加倍地还给你 哥 你误会了 我不在乎这金条 再说这金条也是你给我的 好聊 我那根 哥 两个金条全放这儿了 我是怕乡亲们不接受 把你这颗好心给伤了 我知道 回头我让宽叔去办 行 那个 哥 你跟我说实话 今天你这苦肉计 是唱给那些红军看的吧 来 宽叔 来 宽叔 来 宽叔 来 吃点 这药抹了吗 宽叔这祖传的药还好使吧 抹了 马蓝跟我抹了 就要权了 我给他抹了 你别聊啊 行行行时间跟走吧 走吧 赶走 慢点 宽叔也实在是没办法啊 宽叔 这回 让你受委屈了 是吧 坤叔 这金条拿着 少挡家的 这 你这是啥意思啊 我这些年一走了之 我也没顾过乡亲们的死活 这 这就当是给乡亲们 贴补一些米钱吧 酒啊 叔知道 你这三年过得 也不是吃咸喝辣的日子 乡亲们哪 现在还饿不死 这钱你就拿回去吧 行了 坤叔这点钱 你别再给我推让了 我告诉你 我这次回来 一定要把你家这 给咱夺回来 夺回来 你三叔的那些国民党独办 那是不好惹呀 你要是没有十足的把握 那 那可是阴火烧身哪 要是那几个人肯帮我们 这事能成吗 你说的是 你带回来的那几个红军 他们敢帮咱们 我现在还不能确定 我看未必 我听说 红军现在 也是泥不散过河 自生难保啊 你在这个时候 他们能帮咱们打 谈可容易啊 我晚上的去找一回他们 那 你一定要跟他们好好谈谈 啊 那九兄弟今天挨这顿家法 挨得真是不轻啊 他能熬过来 也是不容易 是条汉子 坐吧 你 你 你 我们想要 要去 你 你 要去 你 不要 你 要去 你 要去 自己的选择 他这么干 一定有他的道理 这段时间 就让他先好好养养吧 对了 这寨子里 被赶出去的村民 确实挺苦的 咱们趁这段时间 好好帮帮他们吧 金总统子 我跟你想到一起去了 我们是要好好 帮助一下聂九兄弟 我在想啊 要不我们帮助他 把寨子夺回来 这样 我们既帮寨子的居民 干了一件好事 又不枉 聂九一路上帮助我们 对 咱们就把寨子给打回来 对 打回来 这个问题 我也在考虑 这绝对不行 为什么呀 因为这样 很容易暴露我们的行踪 我们的行踪一旦暴露了 就会直接影响大不对 如果说 聂九带我们走压角坝 是为了帮他报私仇呢 那他就完全没有替我们考虑 就是不负责任 霓萍同志 霓萍同志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我认为 不管聂九怎么去想怎么去做 关键他没有把我们当成他的敌人 而是把我们当成了替他报仇的救星 对吧 我们来到这个坝子上都看到了 当地的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呀 关键我们是红军 我们怎么去想 怎么去做 这些我都知道 可是现在 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是追赶大部队 孰轻孰重 总有一个取舍吧 这些的 Temple 沈诞平 有一个女生 叫100儿 独 wiz 谁 娘 有 其罪 你自己 Whose 和 不如以前 此刻 他感到 两人之间过往的情愫 就像叶峰一样 飘散了 不过这样也好 他聂久堂堂一个七尺男儿 自己的大仇 自己报 何况 他现在再也不是 三年前那样一个人了 大哥 慢点 大哥 慢点 我跟不 跟不上了 不过一下 慢点啊 慢点 大哥 不行了 跟不住了 大哥 这是你家吗 这么大一寨子 都 都是你怎么家的啊 这个地方我住了快三十年 现在变得连我都快不认识了 大哥 这哪像个寨子 这一个个的像个小监狱一样 是对啊 是对啊 之前我一直听别人说 我家脚爸被骚托成什么什么样子 我都想象不到 今天这么一看 大哥 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那么着急 要夺回寨子了 大哥 薛团长不让我们贸然行动 你看下面那么多官兵 我们要下去 不让人打成筛子了 不是 你说话怎么这么不愿意听啊 怎么了 你要害怕就害怕啊 什么薛团长 张嘴薛团长 闭嘴薛团长吧 薛团长是你大哥 还是大哥是你大哥 不是 你不是什么不是 去去去去去 那边带去 我跟你们俩说啊 这么长时间没看出来吗 红军 说话就不算数 当然咱们的事 一件没办 有办事车的时候吗 孟来哥 你是别孟来哥 孟来哥的 大哥 我就说了 我跟你说 你就是太年轻了 不是 还没看出来吗 我都看明白了 薛团长就不想帮咱们大哥 所以是拖着呢 知道吗 什么从长技艺 贸然行动 怕咱们发现了 都扯淡 大哥帮他说 连磕部都没打 他们现在怎么帮咱们的 管他们什么道理 不想帮就算了 我们用不着求他们 我们 大哥就我们四个打是吧 你是真啥加啥呀 咱们四个去不等于是送死吗 大哥说不求薛团长他们的 大哥是什么 大哥在主 少当家的 咱们去 你乡亲们都得跟咱去 再说了 大哥是帮着他们夺回寨子 乡亲们能不去吗 好意思不去吗 这件事情跟乡亲们没有关系 不能再让乡亲们跟着我冒这个险了 这个寨子我们自己去躲 大哥 不是这意思 你看薛团长不愿帮咱们 是吧 咱们就得让乡亲们去 就欠这把虎 乡亲们一去了 他们脸拉不下来肯定跟咱们去 他们跟咱们一去 这仗打得肯定漂亮啊 这仗打得肯定漂亮啊 我明白你的意思 说到底 这是我孽旧的家事 你们要信得过我 咱就一起 要是不愿意 不会勉强的 大哥 大哥你问问吧 我能不信你吗 你说这么长时间我没不信过你 就是我觉得咱们人太少了 得多叫的人 干啥说话说话呀 不是你提我干什么 大哥去哪儿我去哪儿 大哥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呀 你不也这意思吗 对啊 我就是这意思啊 大哥去哪儿咱们就去哪儿 对 大哥去哪儿就去哪儿 我也一样 行 谢谢兄弟姐 那也怎么办 天衣擦黑了 我们下室吧 你说这么晚了吗 就咱们四个人去 这不当你送死吗 哎呀 放心吧哥 出门先算了一挂 大吉办大事儿 大吉办大事儿 嘿嘿嘿嘿 我说的是真的 我说的是真的 哎 哎 没错 对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就是这儿了 看着咱们村被拉来熬带阴可责的人都关在这儿 好了 大哥 这咱怎么进去啊 爸 我有办法 爸 爸 初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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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在里边啊 想法让我们进去 能把窗户先了吗 我带上 走 各位受苦了 我聂久来晚了 聂久 不是聂久 你是聂久 你还活着 你来干什么 我来救你们出去 救你们这几个人 把我们救出去又能怎么样 只要我们一条心 我们一定能夺回我们的寨子 怎么了 大家不想出去吗 你就进来这么几个人 这里把守又这么严 他们都有枪 那 你怎么救啊 就是 救下来还好 救不下来呢 我们都得死 当初你就是一个人趁乱逃走的 现在 你这样可以一走了之 那到时候 受苦的可是我们 各位 当年我聂久一走了之 是我的不是 但是我有我的苦衷 如今我回来了 就是要重振我们聂家寨 我知道你们在这儿 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 但你们有没有想过 自己的双亲 自己的兄弟姐妹 在寨子里 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也许我们出去也是个死 但是你们愿意在这儿累死 还是愿意保护我们的家人 保护我们的战子 而战死 现在 有谁愿意跟我一起去 少当加大 我跟你一块去 我愿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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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听我说 一会儿我们从外边先开打 都办的兵 一定会出去外面支援 到时候咱们里应外合 你们放心 只要我聂久还有一会儿期 一定把这些害人的畜生 杀得一跟二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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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秋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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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出事了 出事了 大叔 您别着急 慢慢说 薛店长 邵当家的 说要他在这里头去看看情况 可 可到现在都没回来 我担心他 是不是让 聂久兄弟自己去夺寨子了 顾不了那么多了 把同志们都叫上 换上军装 出发 是 是 快 就要把那些人都叫上军装子了 你不敢把那些人都叫上军装子了 大叔 咱们出不去了 我不想死还是 都啥说的 贵啥坏去的 都别废话 不冲出去谁也活不了 大叔 在这儿他们来了 我们是红军大部队 交枪不杀 我喊十个数 赶紧独卿 你给我看看 干了谁考慌 我瞄准了 打 怎么办 我们已经被红军包围了 怎么 从外来的红军 我让你打就打 我已经听到他们 吹吹不饿了 你打不打 你不打我闭着你 我打 你打oit trust 别喊了 砍 叶九 砍啦 叶九 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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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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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别动 别动 走 你看这小杜船呢 你咋谁会装死啊 来吧 我 姑娘老爷 我 我偷诚 我偷诚 你看你眼就瞎了 老子是这个寨的寨主 你也就 好好好 寨主老爷 大哥 寨 寨主老爷 我偷诚了 走 我偷诚还不诚吗 我偷诚 大哥 大鹰糕子全拿过来了 班长 还找到这些大鹰糕子 把他们全都烧了 是 不能烧啊 不能烧啊 烧不得 今天烧给你看看 乡亲们 这些汉人的大鹰糕子 今天就是要被我们 烧得干干净净的 好 烧得好 好 好 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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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聂家寨作恶多端 聂家寨的老百姓 会饶得过你吗 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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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九兄弟 你是聂家寨的邵党家 这事你说了算 那是邵党家 邵党家饶命啊 我也是破不得已啊 邵党家 史玄 托出去 邵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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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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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亲们 这段时间 大家都受苦了 明天一早 还在这里 把都办所有的银员 发给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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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团长 谢谢你们啊 谢谢你们哪 要不是你们这些红军哪 我们这些老百姓的徒日子 不知道什么是个狗啊 宽叔 红军本来就是老百姓的队伍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谢谢 谢谢你们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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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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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今天都不会 这上午 这有什么事 哭 酱 我来 来 这就是 希望上天能够再许给自己一个机会 那样的话 他就会在大仇得报之后 竭尽自己所能 找回三年前的美好岁月 不再让两个人 再有分离的痛苦和遗憾 他觉得自己有能力 让眼前这个女人一生平安 不会再像过去那般流离失所 无价可归 走吧 咱们去敬她一杯 我已经敬过薛团长 我说的可不是薛团长 我说的是女英雄 你说人家一个女人跟着一帮老爷们 大半夜打仗 挺不容易的 你要是真喜欢她 我觉得你们俩就在一起 赶紧 喝你的酒去 你赶紧去吧 来来来 好 那一年自打你离开寨子 我总想着 小卷多活能回来呀 可后来有人说你死了 我这心里难受 没想到三年了 你 你真的给回来了 还给寨子办了这么件大好事 我大愁未报呢 还不能死 现在这寨子也收回来了 和你阿爸一样 那相信吗 谁不为你邵当家的 束大拇指啊 三年了 走 我带你去个地方 到了 就是这儿 是当年乡亲们帮忙给修的 孩子 好 三年了 去吧 跟你阿爸和阿玛说说话 好 我小子聂久 今天回来了 三年前不辞而眠 有愧于压角坝的父老乡亲 大愁一直未报 是在没有脸面会来见你们 请二老放心 我一定尽快受认仇认 再不让人欺负 怎下就罢了人 是 是 军府遥的部队到哪儿了啊 我刚问了一下 马上就出发了 那军响呢 怎么还没到呢 军响 我正要发电报去问 问什么问呢 赶紧发电报催 是 还不发电报快催去啊 是 快去快去 是 一本破账的 给老子急赶破枪 吃得跟猪食一样 这种日子啊 老子实在是待不下去 再不发君想 老子立把就回家 不要 进来 司令 刚刚收到电报 爹 司令 这 混账 简直是一群废物 居然丢了鸭爪吧 聂玉衡东山再袭 就靠这些烟土 就这个兔崽子 老子飞活寡了他不行 司令 那现在 你他娘的也是个废物 我当初怎么跟你说的 鸭脚吧有派重兵 这兵就是这么给我派的 这兵其实还是有一些的 我看寨子里的人 肯定都是受了他的蛊惑 这聂九肯定是有救兵的 屁话 要不然凭他一个人 哪有这么大的本事 咱的人不都来师座这儿 整边报道来了吗 这一直也不让走 所以就 你说点老子不知道的吧 现在是寨子家聂九这王八蛋 他给夺了去 老子苦心经营的烟膏子买卖 就让那兔崽子轻易给毁掉了 当初老子留下来这一条生路 现在倒好 他得寸进尺 清亮 是 你把派我的独击人 带兵杀回去 我要亲自把这么贼子给杀了 司令 可这 这什么这 有屁的快放 臭快的 聂司令 咱刚来中央军门下报道 这秦市长要是知道了怪罪下来 狗屁的秦市长 要不是在中央军 老子现在帅一个团 踏平的一条阵 现在 派宗祖连回去 就是为了偷偷地杀进去 你还有什么好废话的 是是是 聂司令英明 我这就去办去 你去废话 我身边在躲几个样的 啊 老子早就上七天了 快快快 都给我滚 是 还不快走 看你啊 我看 都是废物 聂俊 老子非杀了你不可 宽叔 您这是在做什么呀 这几年 居无定所 一直在外边流浪 日子久了 家里的门况啊 都烂了 我砍点条子 去修补修补 姑娘你 叫什么来着 我叫沈一萍 你这是 我就是想转转 看看这寨子 好好好 好好看看啊 小九哥啊 就离这儿不远 哎 小时候常在这条街上打闹 走 我带你去看看 离这儿不远 哎呀 小时候啊 别看我们这少郎家的淘气 淘归淘 可我一眼就看出来 他长大肯定有出息 好 这三年了 这院子都慌了 原来 小九他阿爸在的时候 可不是这样的 他说的就是这片树林吗 就这片林子 那个时候小九才这么点 竟然喜欢到这林子里去爬树 每次都是让我给把它揪下来 这一画 他都那么大了 我也变成个老徒了 您可是看他长大的呀 是啊 啊 要说啊 小九这邵当家的可真不容易呀 这三年在外 您还不知道 他过的是啥日子 哎呦 半叔 小九 你也来了 半叔